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艾多斯之境 九宝箱二草汐之宜 明朝一月三热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质箱 观景点全收集解谜黑海岸全岛太提之敌 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 艾多斯之境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有一个乡下的电梯 如果你这里是有的话 你就给它降一卷 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跳下去 哎呦不会 这个 跳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一直往前 进入前方有一个门 就是自动门 进门之后右前方有一个 升起来的柱子 这个右前方柱子上方是一个 我们换一下我们的钩锁 然后我们勾一下 然后上来拿掉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艾多斯之境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左侧这个山 我们这个左侧的山体我们贴这个左侧的山体 去那边我要走 然后打开还阳伞 然后接着贴着左侧的山体 往左拐 然后下方有一个 珊瑚 我们来到珊瑚上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一个小洞口 这是一个死的洞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低度越斜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右前方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金色的潮溪之一 然后我们 青下怪 青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潮溪之一 打开潮溪之一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低度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打个还阳伞往前看 又是一个潮溪之一 青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潮溪之一 打开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低度左上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能够看到对面的 这个 选边上有一个延迟块 我们把这延迟块打掉 打掉之后里面是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爱多 四肢镜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 先上前方的楼梯 上一层楼梯之后 在我们的 西方向小低度左方 我们抬头 我们要爬一下这个悬崖 爬到最高场 中复咬 爬到它的山顶 然后就注意一下体力 然后有一个落胶点 我们就给它恢复满 这个 不太容易爬 在我 这个 好 走吧 这边 这边 好 二人 七 抱 好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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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上爬 爬到最高处 好 上方一个紫色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打开宝江山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岩石 一个横着的岩石 在它的下方 我们有一个桥 然后在桥的下方 还有一个大珊瑚 我们慢慢往下落 然后桥的下方向大珊瑚 大珊瑚上有一个紫色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要飞到对面的墙上 然后我们爬一下 飞到对面的山上 然后我们往左上方爬 左上方爬 然后能够看到一个建筑 好 就在这个建筑的边上 就是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然后我们贴着这个建筑往前走 走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前方 对面的一个珊瑚上 就能够看到一个 宝箱 好吧 勾索勾一下 飞过去 拿掉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跳起来 这里有一个大的 金色宝箱 就是做任务给的 我在视频开头已经说了 让你们去做这个任务 很多分闭之间 我也都跟你们说要做这个任务 然后我们拿掉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按 然后我们跳下桥 下方又是一个任守的 金色潮汐之一 然后我们尽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 金色的潮汐之一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探索度 现在是27的探索度